那么持续我们就要来看了 为了要兼顾防疫跟正常生活 新人长苏军昌他们在14号的时候 同意松绑三加四的居家隔离条件 如果打满三支疫苗 加上快筛是阴性 那么就可以取代居家隔离 预计在明天5月16号就会上路 那么要调整的方案 是由州安邏行请指挥中心 跟地方政府沟通完整之后 会在对外公布详细的细节 那么今天上午 这指挥中心跟地方政府 开会有讨论这个方案 会中无法达成共识 那么相关的具体调整时程未定 指挥中心陈时中他有特别说 这个在记者会上 他说明天就会再公布 什么时候实施 那么官员就有透露了 上次目前已经有医护人员 跟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人员 可以用刚刚的方式 打满三剂且取代居家的隔离 避免影响重要的工作 那么政府就评估 扩踏放宽居家隔离的管制措施 未来如果是打满三剂又快筛因 那么就可以不用居家隔离 但如果确诊者 还是必须要隔离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至于电子围离的退场 指挥中心也会再公布 是否要做调整 那么刚才就有说 这个三加四要再继续松绑 最快明天起就可以上路 只不过刚才就有说 这地方政府跟中楼行行指挥中心 今天在沟通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些意见分歧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昨天跟今天 我们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议题 跟专家 跟相关的专家 还有跟地方的首长 和地方的卫生局一起来讨论 那昨天的讨论 跟今天的讨论 当然没有办法 一下就搭成完全的共识 那后续的一些配套需要整理 那主要在今天早上的讨论是两个议题 一个是有关于 就是说 我们的在居隔里面 居隔里面 是不是有人就是相关的人 比如说已经打过三剂疫苗的 是不是可以放宽他的一个隔离的强度 那在今天早上这一题里面 还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最主要有人认为说要 更松 更松一点 就等于就希望这些人 都完全进到专家期 或者做一个低度管制 那有共识的就认为 就是在行政上面的 那种负担一定要减低 那强度大家尽量放松 那我们会来研议相关的一些配套想法 那也讲说我们大概明天之后 才会来做公布 而新美这边他们是早就喊出 快筛杨士同确诊 指挥中心公布时间较晚 被外界批评 指挥中心是否都慢了双北一步呢 甚至是抄袭政策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在今天回应 说这种东西没有谁先谁后 指挥中心要顾到全面的效益 这东西大概没有说谁先谁后 有些就是他有一个新的政策的构想 那都可以提出来 但是指挥中心也不会说 大家提出一个政策构想 我们就照单全收 还是要经过专家 大家做一个全面性的讨论 指挥中心就要顾虑到全面性的一个效应 那地方可能会争取地方的需要 提出他政策的需要 那我们都要评估过 那有没有讨论过快篩两次都是阳性 考虑规划是同确诊 谢谢 这也不是不行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阳性的预测率 那这里面我们想想看大家有讲说 北线就是本来在谈说北线就是 新北市它的阳测 就是那种相符度有97% 只有3% 那就是大家以前在想说那是不是由新北市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 阳性预测率特别高的 那就来新北市先做 可是大家想看 如果新北市那时候先做 我们不做全盘的考虑 那其他外线市都跑到新北市来了 那本来最忙的地方又加重了负担 等等的 所以我一再强调整体的政策 地方当然有些政策的建议 我们绝对会参考 但中央要考虑到是全台湾全国的一个事物 怎么样才能够平衡 这是我们在思考的事情 本土疫情现在连日单日破6万人确诊 针对口服药物的发放 中央楼行警指挥中心有公布了最新的讨论结果 决议65岁以上快筛阳性可直接给药 但陈仁中也提到了快筛是否跟确诊绑在一起 今天的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意见 他们也会跟法制单位来讨论看看 65岁以上飞着原来三类对象 快筛阳性经医师评估就可以投药 那为现阶段疫情防治的重要手段 要降低重症的死亡 那这个方法就是就在我们提到 在65岁以上若是快筛阳 那不跟这个所谓的确诊 就把它切割开来 就快筛阳经过医师的 相关的一些评估跟使用药物 就可以处方给予药物 这基本这一点是 大家今天算是有共识的 实际上是昨天也算这个也是有共识 那今天这也算是有共识 那至于说快筛 是不是要跟确诊绑在一起 那这个大家今天的意见仍然很多 那我们会研议 有一个先是提出一个 蛮有建设性的想法 那我们会跟我们的法制 再来做一些讨论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